欢迎打开Robbie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厌世蚂蚁日记 Tally 鸣谢西烟红韵当同 《飞行行男日记》的导演 Jason Ritterman 指导 沙利赛容 Cherry Serone 主演 以及在《银翼杀手2046》 还有《黑镜》中最浪漫的一集 圣朱尼·佩罗当中 有精彩演出的 McKenzie Davis 一同演出 剧情叙述沙利赛容饰演的主角 有一个丈夫有两个小孩 肚子里面准备要生下第三个 是一个经济压力有点大的家庭 要照顾这一家大小 让他十分的筋疲力尽 心力交瘁 非常非常非常崩溃的一位地方妈妈 这个夜间保姆的出现 让他重新得到了健康的生活 并且也开始重新思考着 自己现在的人生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 喜欢它的调性 一如导演过往的风格 写实的生活 一半苦涩 另外一半是得过且过的逃避 又掺了一点幽默 让整部电影的味道 显得复杂又独特 也像是微醺时的平静 还有欢愉 也往往在那样的放松状态里面 我们会开始回头去想 自己与他人的现状 然后好像理解了什么 解开了什么压抑在心头的枷锁 然后情绪就这样子 一股脑的宣泄出来 厌尸妈咪日记 会让人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 看到中段的时候我不断的在怀疑 这个导演这个剧本是不是有一点失控了 你不太确定这三十分钟看的 跟前三十分钟看的是同一部电影吗 但是等到整个电影完结之后 整个故事说完之后 你才会发现妈妈默默帮你做了多少事情一样的醒悟过来 原来整部电影是这么的完整体贴又贴切 中文的翻译片名中 有厌世这个很流行的名词 而这部电影它的确碰触到的 都是一些让人比较厌恶的状况 或者说比较厌世的情景 种种的失落和无助 又一种真实到甚至有一点让人受不了 同时我们在看的人 绝对会不会为母亲这个身份感到心酸而伟大 这个沙利赛罗斯的妈妈 到后来基本上是一个 连想发脾气都没有力气的状态 跟这个妈妈还有保姆的故事 很搭不上边的是美人鱼在这部电影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跟水底情深不同的是 主打的是这个故事 比较世故、比较成熟、比较悲伤的那一面 美人鱼为了上岸牺牲了自己的声音 也失去了在大海当中自由自在的遨游能力 这个年轻保姆Tully的出现 提醒了他有多想念那些他曾经拥有的自由 或者是梦想 然后面对已经回不去的现实人生 我还很喜欢在电影中 那个主角沙利赛罗 他一直在家里面很爱看着的那个电视节目 他是在讲一个牛郎到我家 去抚慰女性的一个真人秀节目 我觉得他跟那个飞行行男日记 当中提到的那个飞行里程述有相同的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面对到人生瓶颈的时候去思考 要是我当初做了不同的选择 自己现在是会在哪里 会有一个怎么样子不一样的自己 会不会是更快乐的 那个小美人鱼追求的目标 多数的女性成为妈妈之后所换来的成果 是否值得是否甜美 我想这就是见仁见智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沙利赛罗继女魔头之后 再度征肥来诠释这个角色 非常的传神 绝对有把这个被家庭重担压垮的妈妈 很憔悴很爆炸很立体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这部电影当中他的几句台词 看得我真的是非常的揪心又心疼 饰演夜间保姆Tully的麦坎西戴维斯 则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我想他是一个非常多女性都想要成为的形象 聪明、美丽、能干 然后又充满着活力 他跟沙利赛罗之间这两个不同年纪的女性 产生了互动 绝对是这部电影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 我喜欢这部电影里面没有那么死板的价值观 或者你也可以说 这个导演的立场没有很清楚的要告诉你 而是有弹性有空间的去让人思考的 他绝对没有把一件事情说死 反而呈现出角色最天然真实的样貌出来 这是一部电影献给长大之后的每一位女性 相当温柔、体贴 讲述她们心事谁人知的故事 无论你是不是女性、你是不是妈妈 我非常的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 这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 虽然这部电影叫做《厌世妈咪日记》 虽然它是一部以母亲为主角的电影 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关心 为家庭、为爱的人牺牲了自己的人生的故事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还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